啊 告訴大家我們為什麼笑 因為那邊呢有一個狗 那裡有一個狗 然後那個主人想拿牠狗裡 嘴裡的木頭 但是呢他不想要給牠的那個 然後那個主人拿狗的兩段 然後說啊給我 Hello 大家好 今天呢我們會玩一個遊戲 這個遊戲我們已經在一個視頻錄過 這個就是猜成語 狐夾狐威 狐狸的夾著 夾著 一個狐狸 然後那個狐狸說 為什麼你夾一個狐狸呢 你們倆都是狐狸 像不像呢 有一天呢 一個狐狸在森林裡面走 然後呢這個狐狸呢 就碰到了一個非常饥肋的老虎 然後老虎就想要把它吃掉嘛 然後這個狐狸就說 老虎我們先不要吃我 我是小天爺派到人間的一個狐狸 我不是一個一般的狐狸 所有的森林裡的動物都害怕我 然後這個狐狸就說 我不信 然後我在去小兔子家 然後所以呢這個大老虎就跟在這個狐狸的後面 然後那個狐狸就大搖大擺地走在森林裡 然後看到了動物 看到了小兔子一看 一個狐狸在森林裡 就像一個楷書的故事 它一個小老鼠 是一個它在森林裡找吃的 然後有一個狐狸花 你好小老鼠 我請你喝茶 來吧來吧 然後他說 嗯天哪 對不起我不能去 我的一個怪物的名字我忘了 咕嚕牛 對 他在找我 咕嚕牛 哎 下次弄吧 這個就叫做狐甲虎 就是狐狸 甲借著這個老虎的威風 威可不是為什麼的威 是威風 很有威風的意思 大家其實怕的是老虎 但是呢 因為老虎分在狐裡不滿 所以好像是怕狐狸 此地無銀三百兩 啊 這個地有很多刺 然後呢那個刺都可以扎三百個人 還有倆 還有那個倆 不是三百個人 可以三百乘三百 兩個三百 三百乘二 此地無銀三百兩就是這個意思 此地就是這個地方 銀就是銀子嘛 什麼是銀子 三百 就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錢 對啊 兩個銀子都可以算三百個 兩個銀子就是三百個錢 三百個金錢 昨天有一個人呢 然後有一天 他賺了三百兩銀子 有很多的錢呢 他說 哇天哪我這麼多銀子 我現在把這些銀子放到哪 被人偷走呢 然後最後他想出了一個主意 然後他又在他家門口的那個樹下 挖了一個坑 然後把那個銀子埋在那個樹下 然後把土填平了 然後又在那個土那立了一個牌子 然後上面寫著 此地無銀三百兩 對不對 大家看好了啊 這個地方沒有三百兩銀子 然後 他也太聰明了吧 這個故事還沒有講完 你知道為什麼嗎 然後呢 他隔壁有一個人 那個叫王二 然後那個王二雞看 此地無銀三百兩 然後這個王二就說 哎呦 這個人真傻 這不是一下子就告訴別人 這裡有三百兩銀子嗎 然後那個王二就把那個錢偷了 就偷走了 然後偷走了之後呢 他說 咦 不行 我不能讓別人知道 這個錢是我偷的呀 然後他就又在那個牌子的後面 加了一句話 隔壁王二不曾偷 他們倆真是狗 你媽呀 你媽這個成語再說一遍 你媽這個成語再說一遍 我不會說 但他們真的 我教你一下 此地無銀三百兩 此地無銀三百兩 此地就這個地方 此地無銀三百兩 此地無銀三百兩 隔壁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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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曾偷 沒有偷過這個錢 他說我一定要寫下來 他們為什麼寫呀 因為那個人說 我寫了這個地方 沒有銀子 你們都不要來看 然後肯定就不會有人來看了 那個王二說 我一寫 不是王二偷的 肯定大家都覺得不是王二偷的 如果我是那個人 我會寫啥呢 此地有銀三百兩 不 不 我會寫真 我會假裝那裏埋了一個人 你會寫了一個王二之墓 我就會寫一個那個 墓碑 有一個人就在玩 然後我會說 王二你是一個 是過一個很好的人 我們所有人都想你之類的 怎麼會寫個 這裡 此地無銀 這裡真的沒有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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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銀子也沒有 那你懂了 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 比如說 就像你如果在那看iPad 然後爸爸去了 然後你趕緊把iPad藏起來 然後你說我沒有看iPad哦 這就是什麼 此地無銀三百兩 是一樣的 下一個 杯弓蛇影 弓是武弓的弓 弓是弓箭的弓 箭 拿杯 這裡有一個弓 然後蛇就吸引我來 我這不可能 不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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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好好想一想 有一個人 他弓弓可憐 那個被子喝 可以都可以 一邊喝 一邊 射 射那個 射不出 但是呢 他射得好的 一個蛇都吸 杯弓蛇影 我給大家看看這個故事吧 這個故事呢 是從前有一個人 他的名字叫月廣 這個人呢 特別好客 特別喜歡邀請朋友啊 來家裡吃飯 然後有一天呢 他又邀請了很多客人 來在家裡吃飯 然後這個月廣就說 大家舉起杯來 我們乾杯吧 然後他一個朋友呢 就拿起酒杯來喝 然後咦 突然發現 酒杯裡面有一個 像一條小蛇一樣的 一樣的東西在 游來游去 在酒杯裡面 然後這個朋友呢 就不好意思說 啊 我杯子裡有一條蛇 他不好意思說 舉起酒杯 然後就喝了 然後喝完了 你看那個蛇也沒有 然後這個客人就回家了 然後回到家了 然後咦 好久這個月廣 這個主人月廣 就沒有再聽到他的消息 然後就去他家問他 怎麼好久都沒有你的消息了 然後一問那個人就說 啊我生病了 就是快死了 那樣的 然後就說 你怎麼生病了 不是前幾年你還去我家喝酒嗎 然後在這個月廣呢 再三的關心一下嗎 然後這個朋友就說 他說你知道嗎 那天喝酒的時候 我斷起酒杯 發現我的杯子裡面有一條蛇 但是呢我當時沒有說出來 我覺得那條蛇是毒蛇 我喝到肚裡面 我又覺得 哇肚子疼痛難忍 然後我就生病了 我這個通話怎麼覺得是假的 真的 然後我就生病了 然後這個月廣 然後就回到家 他就百思不得其解 就覺得 怎麼會有一條蛇呢 然後他就坐在那個客人坐的地方 拿著杯子 然後你看 哎真的有一條蛇 然後他回頭一看 啊原來在牆上掛了一個宮 就是宮那兒還有一個燈 然後那個影子正好設在那個杯子裡 然後就那個宮的影子就落到了杯子裡 然後那個宮是彎的嘛 然後就像一條蛇在彎裡 那意思就是 然後還沒有說完 然後這個月廣 然後月廣就明白了嘛 月廣就邀請客人說 你再來我家喝酒吧 我告訴你 就怎麼回家 然後那個客人又來又 杯子裡還是有一條蛇 然後他就很害怕 這個時候月廣就說 你排頭看一看 牆上掛的是那張宮 不是一條蛇 然後就把那個宮取下來 然後再一看杯子裡 就沒有那條蛇了 然後客人一看病就 為藥而癒了 那都是假的呀 你看我在生孩子呢 所以這個就叫杯公蛇影 生孩子 你聽了 聽了 下一個是關於李白的故事 你叫誰是李白 我當然知道 誰是李白 李白是 不及汪輪送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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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李白 李白長州將一行 不聞難上大歌聲 桃 桃花殘水趁天之 不及汪輪送我情 對 就是這個李白 這個成語的名字叫做 鐵杵磨成針 鐵 杵就是一個大棒 很簡單吧 一個鐵 而且 磨成一個小針 對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有一天呢 李白小的時候 像你一樣大的時候 他成天就是光想著 玩啊玩啊玩 都不想看書 也不想學習 每天都玩 然後有一天呢 李白就去玩 然後呢一突然看到一個老奶奶 拿了一個很粗的鐵棒 在一個石頭上 在那磨 然後那個李白就走過去 就問他們 老奶奶你在幹嘛呢 你為什麼要磨一個鐵棒呢 然後老奶奶就說 我的針嘛 我就是做衣服的那個針 我家的針用完了 所以我要把這個 這個鐵棒 大粗鐵棒 把它磨成針 然後這個李白就說 那你什麼時候才能磨成針呢 這麼粗的一個鐵棒 老奶奶就說 只要你堅持不懈地磨 你肯定能夠磨 然後李白一聽 你覺得 哇天啊 我每天 就知道玩啊 我什麼都不學 我要像這個老奶奶 然後回家以後 我都又天天學習 然後最後都又變成一個 實現李白 就寫出了 正光龍這樣的詞句 哦 好 好 好 那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了 拜拜